前面教的是周期性振動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坡 那圖上面給你顯示了我的手在上上下下的擺 我的手在上上下下的振動 我往上拉繩子上去產生四分之一個坡 往下又多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個坡 再往下四分之三個坡 再往上回來 我就變成一個全坡完整的坡 我的手振動了一次就產生了一個坡 所以呢就產生一個坡 然後這個坡呢就往前走 往前走走到P之後呢 隨著這樣子上下也會振動一次 所以我的手振動一次就產生了一個全坡 這個全坡經過我的時候 我也會上下振動一次 這件事情是重點當然會說到 所以我抖一次就會有一個坡 那我抖兩次勒就兩個坡 那我如果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就有一直連續的坡叫做連續周期坡 基本上我國中教你的講的都是叫做連續周期坡 就是有不斷不斷連續的坡再往前走 連續如果只有一個坡出去叫做賣衝坡 那個我們國中基本上不提我們講的都是連續周期坡 所以就抖一次一個坡抖兩次兩個坡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就會有一直的坡出去然後連續周期坡不斷的抖 所以像這樣不斷的坡就有不斷的坡 那上面有一些名詞 抖到那個上到那個最高點我們稱之為坡峰 坡峰最高點稱之為坡峰 以前有做水泡槽實驗的時候 就是坡峰會形成亮紋 坡骨會形成暗紋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水泡槽實驗了 然後呢就坡長 坡長就是一個全坡的長度 從坡峰到相鄰的下一個坡峰 從坡骨到相鄰的下一個坡骨 其實不一定要從坡峰到坡骨 以前因為有水泡槽實驗有亮紋跟暗紋 所以就是從亮紋到亮紋 暗紋到暗紋 可是不見得一定要坡峰到坡峰 只要相對的位置 所以圖上面 X到Y也叫做一個坡長 坡長的代號寫就這樣 這個字叫做Landa 講義上好像有那個它的英文的拼Landa 你要把它唸作入 我也沒有意見 你只要不要說是我教的就可以了 他把它寫的它很像錄 你要寫的錄也差不多 他單位呢 國二單位用的是公分 公分Landa 坡長 一個全坡的長度 從坡峰到相鄰的下一個坡峰 從坡骨到相鄰的下一個坡骨 的長度叫做坡長 然後政府我們前面講過的 跟前面的政府一樣 從平衡位置到最大位移 圖形上就是EE price的地方 我再說一次不是從最高點到最低點 直到平衡位置 直到平衡位置 這叫做政府 前面還有一個重點 政府代表什麼 政府代表是能量的大小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後面還會再講到它 OK 平衡位置 好 再來就是周期交過了 什麼叫周期 振動一次的時間嘛 或者就是 振動一次會產生一個全坡 這就是產生一個全坡的時間 我們國中用T表示 單位是幾秒鐘 周期來個什麼玩意兒 頻率嘛 平時叫做一秒鐘有幾次嘛 所以一秒鐘振動的次數 或產生或通過全坡的數目 都叫做頻率 那我們講過單位習慣用叫做 赫茲 叫赫茲 叫做連續周期波 幾個 除了波峰跟波谷算是新的之外 其實 政府交過嘛 頻率也交過嘛 周期也交過嘛 周期跟頻率還是要以那個親密關係 叫做互為 倒數相乘等於 1嘛 這個是重點 那這個剛才用的是 所謂的高低波 坡 橫坡做立子 也可以把它變成疏密坡 比如說 你可以把密部呢 當作坡峰或當作坡谷 這個圖上是把密部當作坡谷 疏密當作坡谷 那也一樣嘛 密部到密部叫做一個坡長嘛 現在都差不多 有對照的 對照來跟你講解一下 所謂的坡長的意思 坡長的意思 OK 就是 了解名詞的意義 坡峰坡谷坡長 坡坡坡長 其他的我們前面都交過了 跟前面的意思是 一樣的 OK